记者陈金鱼新北报道,新北市金山、巴里和万里市候鸟停留热点,农历年间造访金山更能看到黑面、皮鹿、白皮鹿等候鸟。 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指出,黑面皮鹿难牵持会因天候不加等因素,暂时停留金山休息,提醒赏鸟民众切勿有惊吓捍卫时等行为,否则将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。 第十八条规定,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,知义或科或病科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。 东宝处指出,许多候鸟会在农历年期间造访台湾。 最近不少民众发现候鸟出现在金山地区,并在社群媒体上分享影像,吸引各地爱鸟人士纷纷前来捕捉影像。 东宝处维维护野生动物,派源至现场设置禁止骚扰野生动物告示牌,并提醒鸟有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,请民众在赏鸟之鱼,务必遵守秩序,务随意骚扰野生动物。 东宝处表示,黑面皮鹿属于濒临绝种野生动物,多从北朝鲜及中国大陆北方海域飞之南方渡东,在台主要地点为台南七谷地区。 去年在金山地区发现6只黑面皮鹿和1只白皮鹿,5月下旬也在巴黎地区发现15只黑面皮鹿,研判这两个区域应是它们的战留地。 东宝处表示,后鸟造访新北市实属难得,民众应以平常心看待野生动物牵起保育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,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空间。 另外,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,任何人均不得无故骚扰保育类野生动物,呼吁赏鸟民众遵守不接触,不畏食和不惊吓原则。